這個要追溯2010年 那時已經做了很多媒體 最後那個名字是Managing Editor 全本書都要看 我本來是Fashion Beauty Editor 而做Fashion Beauty其實一直都是開心的 我覺得這麼多年是 Comfort Zone 所以我很想跳出來的自媒體 自己試試一些東西 而我那時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那年很流行寫Blog 所以開始寫Blog 還有就真的有自己的Facebook Page 就是Yokozen 美容及食療作家 而寫Blog的時候我覺得這件事都挺有趣 因為開頭真的只有幾十人看你 你要很有毅力行心 但我覺得我跟別人有少許 比較與別不同之處是甚麼 他們除了覺得看直播是學到東西 他們知道不會中伏 因為其實你說會不會有很多很多產品 可能有很多都想你分享 但是我會不會出手這件事呢 好視乎就是 那件事是過不過多我那一關 我會買來給自己用 我家人 朋友等等 而這個不中伏 就是因為他們不停買我很多東西 很多時候他們會說你說這件事又斷了 他們是很害怕的 不看我的直播現場 說我第二天才看能不能說得及 他們是有時連上一定不能買的東西 晚上他說十點半這間微生 有些就立刻買 說我買到了 然後有些人就說 你留給我啊 你們不要買了 因為我的讀者有時不是買一枝 是買兩枝 生平民也是這樣 他們可能翌日再去 他們就會拍照 這間買了 這間買了 怎麼辦 他們就叫我做團市王 而為甚麼會出現這些東西呢 信心很重要 我是很讓心的 我可能簡單一點 冬的東西我是不喝的 從來我踩完單車 我帶著一壺東西 我的朋友當然叫喝冬檸茶那些 如果我沒有帶東西喝 我叫熱檸水 酒堂的 如果我出街 其實我一定有一壺東西 那些養生壺 裡面就裝了一些 可能我焗的三棗茶 或者是我煲的一些 叫做沒有肉的 可能一個借水 這些是我煲湯的 全部知識的強項 我想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二十年不喝 我雪糕一年給自己 可能吃幾次 其實我的飲食 我是吃很多東西的 我經常都跟我的朋友說 就是 新識的朋友說 可能我就是吃東西 多過我老公 多過我爸爸 男性 那我的朋友可能十月要吃火鍋 我是一定吃到最後 我是沒有甚麼戒 除了盡量皮 可能動物的皮 很肥的膏 不吃 但譬如你的肥牛 平時打火鍋 全部我甚麼都吃 煎炸的那些 煎炸少一點 對 甚麼不吃呢 鹽糖減 另外油膩的東西減 煎炸的東西減 我是食量很多的人 我更加要很聰明地去選 例如有時候我想飽肚的東西 我不如真的少白米 我選了泥物小米 吃這些的時候 你一樣飽肚高千 營養價值高 但白米根本已經是煎沒甚麼益 這些就減 但譬如吃肉 我全部都吃 雞 魚 海鮮 海鮮吃多一點 因為海鮮是高蛋白質 但不肥 但當然沒有人叫你吃那些膏 如果你薄命吃膏 你的膏會順號高 所以我覺得是不用截食 我覺得不好甚麼都要忍忍忍 其實我之前有一期經常跟別人說 當時我開了一個pirate group 一定受便利谷 教別人怎樣去飲食 還有要吃得飽 吃得開心 另外就 supremant幫到你 運動幫到你 但運動 我的毒者會否勤力到不得了 我自己也不是 你一星期會否做衣服 我建議他們晚上 你怎樣也好 有些人說15分鐘可以嗎 最好做半個小時 我也知道 但你們肯不肯 其實我覺得針對性某些動作 我有拍過短片去教他們 其實我希望用懶人方法 但又可以針對性 只要看到 你的身形形態有改進 你就有恨心 如果你叫他們做很辛苦的事 是不用質疑的 現在的養生茶 真的非常流行 如果想要新陳代謝 想要氣血 因為女性 就是氣血最差 我有一個叫Yoko的秘方三組茶 三組茶的人 一定要用紅棗 藍棗和蜜棗 但蜜棗始終有糖液製 我建議人們用無花果乾 我經常說 一定要用美國無花果乾 裡面有潤腸通便的作用 它又可以滋潤 所以各方面的療效 比起蜜棗好很多 但它帶了一個潛眉